Oh my God 真的很冰 低温敷面膜保养 很多女生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放在脸上冰凉到受不了 有些人直接不敷了 冷啊 就不就不会想敷 会想透懒啊 就冷的时候就不会敷面膜 而是擦乳液 不想敷冷冰冰的面膜 你可以把它放到46度C的温水当中 浸泡两分钟 温暖的做保养 将未拆封的面膜泡温水加热 但医师说美白面膜加热要十分小心 一般的美白面膜大部分都含有维他命C 那维他命C因为怕高热 那一般的高热的话 大概是水温50度以上 维他命C就会慢慢被破坏掉 另外如果民众想对着电暖气敷脸 以为有热敷效果 这可就大错特错 因为热风会烘干脸上的水分 只会让皮肤变得更干燥 如果太干燥的话 当然你干燥缺水的话 就很容易引起缺水的皮肤炎 那就是皮肤会过敏 会比较容易红肿痒 其中不止面膜 像是化妆水和乳液 也可以隔水加温 做法就跟面膜一样 另外医师强调 冬天洗热水早 不要洗太久 因为皮肤皮脂线油脂分泌少 水温建议在40度上下 不要超过42度 最好在10分钟内洗完 皮肤才不会干燥发痒 记者线文详 张燕辰特别报道